大家好 这里是剧桃电影 对于现在社会来说 很多人择偶的关注点 都是什么金钱和长相 根本不在乎纯真的爱情 这不只有保持着浓厚的爱情主义的国家 泰国拍摄了一部《小情人》 重新的为不知道爱情为何物的人们 定义好爱情观 长发男最近忙得不得了 又买西服又联系着 十几年都没联系过的老同学 开头就来句 女朋友结婚了 新郎却不是我 虽然嘴角还时不时洋溢着 淡淡的笑容 但是内心已经装下了整个草原 在去参加婚礼的路上 长发男放起了一首小时候的童谣 不知不觉就回到了七八岁那年 那是一个中午 奈娜大悟流星的来到 还在熟睡中的阿姐的床边 拿着手电筒就是一顿乱晃 但是这仍然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好啊 装睡是吧 看我泰山压顶 飞来的一招就把装睡中的阿姐给压醒了 阿姐和奈娜的父亲都是理发师 但是奈娜的父亲因为是艺术家的缘故 所以在给人理发的时候 总要再沉思一番 帮客人理个抽象派发型号呢 还是理一个线条派的发型号呢 而阿姐的父亲不管三七二十一 上去就拿个推发机 先来个小柄头 所以两人理发存在思想上的差异 自然也成了生意上的死对头 但是这并不影响奈娜和阿姐之间的感情 两人一天到晚心影不离 用青梅竹马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但是这却让其他的小伙伴对阿姐产生了厌恶 他们认为一个合格的男生就不应该跟女生一起玩 否则长久之后很可能就会受女生的影响 产生gay的基因 看来单身狗的养成也是有原因的 阿姐每每看到男孩子一起玩时 脸上就充满了羡慕 他们可以一起摸鱼 可以一起扮演道士大和尚 但是这群小女生们一天到晚就是挑鼻精 扮佳佳 玩的游戏太楼了 所以她的思想已经产生了动摇 开始有意无意的远离奈娜 男生们越来越鄙视阿姐了 并让她剪掉女生们的橡皮精 就可以和他们一起玩 阿姐受不住男生们的诱惑 当着奈娜的面就把她的橡皮精给剪掉了 奈娜看到心爱的橡皮精成了两截 心中的悲痛 无法言说 就这样 阿姐如愿地和男孩子们玩到了一块 但是阿姐并没有因此感到快乐 每天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 去面对全世界 经常把自己圈在漆黑的环境中 哀思忧愁 从那以后 奈娜再也没有理过她 即使她跑到对头家里去理发 奈娜给她的仍然是一个冷冷的背影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下来 两个夕夜的伙伴成了一对冷漠的路人 这之间的悲欢也只有他们俩最懂了 阿姐仍然还想把祈求原谅的话语憋在心中 但是妈妈告诉她 明天奈娜就要搬家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了 阿姐心想 再不把心里话说出来 可能就会后悔一辈子 所以她先从小伙伴那里 迎来了一大把橡皮筋 想要送给奈娜 可是 奈娜坐的车子太快了 无论阿姐怎么努力 她始终追不上奈娜的身影 看着他们一家 渐行渐远的身影 阿姐的泪水早已清湿了眼光 她多么想把内心的话 向奈娜说清楚 多么想真诚地 站在奈娜跟前 道个歉 从此以后 妹妹从奈娜家路过时 阿姐总会往她家里看一眼 希望能够在那间房中 再次看到奈娜的身影 很多年以后 阿姐长大了 小辫子也留得可以当鞭子甩人了 此时她再次接到奈娜的电话 是一种惊慌 但更多的是惊奇 电话那头告诉阿姐 如果你不来 这婚我就戒不了了 阿姐带着满心的祝福 来到奈娜的婚礼上 这个有着长长的双蜜子 红红的脸颊 还有着水淋淋的大眼睛的女生 仿佛也在这一刻 又重新回到了童年的时光 虽然奈娜不曾做过阿姐的女朋友 但是在她们的心中 早已经是可以 执子携手的另一半 只是造花弄人罢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有时候明明看似 已经把某人紧紧的抓在手中 但是往往一个不小心 仍然能把对方弄丢 所以我们能做的 只有尽力去爱护眼前的人 别等到真正失去的时候 才感觉到后悔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关注收藏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